在水里溪上小艇穿梭不是举办水上运动 也不是游客在游玩 而是南投县消防人员进行动力小艇救援训练培训 每位参赛者都按照教练的指示 采取小组合作的方式救援与操作小艇 顺利的救出了落水者以及受困在溪流中的人员 加强了未来执行水上救援任务的能力 为了因应防训期 县府消防局特别选在水里溪以及足水溪汇流处 执行动力小艇急流救援培训 县内共有21位消防人员参加 该局期盼藉由此次的培训 提升参训人员水域救灾能力 以及了解水域特性 救生船庭教练廖成仙表示 此次模拟民众落水 以及困在溪流沙洲中救援 球员必须先学习好船庭控制技巧 才能够克服溪流水域恶力环境 进行救援行动 今天是我们南投县IRB的初阶训练 那刚刚做了两个动作 第一个是模拟民众 模拟民众落水 然后我们架救生船体IRB的部分 去救援的动作 那这个可以用在以后的部分 就是模拟说 如果遇到风灾出水的时候 有民众落水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式 很快速的把它救上来 那我们在救援的时候 我们要由驾驶的这一侧 去接近被救者逆者的部分 因为这样驾驶才可以看得清楚 第二个动作我们是模拟的是定点救援的部分 那定点救援的部分有可能 像在施工中当中 会在沙洲或者是蓝沙坝 像刚刚地形就类似有点像蓝沙坝 它是一个消购块的部分 那有可能人员在那边受惠 因为它在工作的时候 它没有去注意到下雨或上游状况 或者说天气预报的部分 那出水之后它就来不及离开 那它就可能受困在那边 参训的学员陈嘉宏表示 先前都在静态水域中练习 方式较为简单 只是在动态水域中培训 感受明显不同 他也呼吁民众 在雨季即快下雨时 五下水游完并远离岸边 避免吸水暴涨造成危险 这一次的训练就对于我们一般学员 就是觉得收获非常大 因为往常的训练我们可能就是在 静态的水域 比如说日月潭 那像我们小学可能是壁虎 然后只是做个简单的转圈 然后跟冲刺的行为 那这一次的训练 把我们带到像这种激流 那种动态的水域 那我们体验到 整个开船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呼吁大家就是 如果遇到雨季 还是快要下雨的时候 尽量就每月都要下水 动力小艇在教练驾驶之下 带着救援者 缓慢朝着扮演落水者接近 以迅速的动作 抓住落水者的手 并由驾驶者协助一同将落水者 救上船艇 顺利救援 随后模拟沙舟救援行动 虽然溪流湍急 驾驶者能够稳定操控船艇 缓缓靠近受困者 并克服水流冲刷 将救生艇稳定停靠在受困者旁边 由救援者协助受困者 套上救生艇 完成救援训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